《雪中汉刀行》能这么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剧情 剧中的一个个大美女也是这部剧的亮点 作为北梁世子的徐凤年不但才貌出众 而且智勇双全 而且在这部剧的后期更是作为神一般的存在 在剧中徐凤年一共有过十一位红颜 而且个个都能为其付出全部的人 这点不得不让人钦佩 可在这么多个人 很多人中也仅仅只有三个人拥有名分 他们分别是王初东 陆承燕以及江妮 徐凤年三枚六聘取的是陆承燕与王初东 其实江妮是徐家的第一个儿媳妇 正常来说江妮应该是北梁正妃 其实在徐凤年眼中江妮也是她最中意的人 在北梁军行中有大梁龙雀者才是北梁王妃 江妮虽然是公主可是也是名存是王 大厨已经亡国她从小就被徐霄接回家中 看似自己女儿一样对待 可以说她是唯一一个和徐凤年 从小玩到大轻为竹马的人 彼此也是心照不宣 可是为什么江妮没能坐上北梁王妃的位置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徐凤年身上 尽管徐家以及北梁铁骑都将江妮认定为王妃 可是却有一部分保持着反对态度 另外虽然江妮拥有大梁龙雀剑 可是大厨已经亡国 她的身份以及地位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可言了 好多人都认为北梁王妃需要能给北梁带来发展 可是江妮唯一拥有的只有徐凤年 他们的爱情也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跟陆承燕与王初东相比 江妮在徐凤年心中才是唯一的王妃 徐凤年曾经也跟徐龙相聊过 哪一个嫂子是他认为不错的 徐龙相什么也没有说 只傻乎乎地一直在那儿笑 其实徐凤年知道 弟弟选择的是陆承燕 因为他会做崇洋高 在剧中陆家和徐家的联姻也如同买卖一样 在陆父离世之后 陆承燕得到了陆家的家产 为了让家族不衰败 他不得不扛起家族重任 这时的北梁又急需人才来管理 陆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梁家顺其自然地进行了目的性联姻 因此陆承燕对徐凤年来说 并没有太多的感情 甚至连红颜知己都算不上 随着陆家与徐家联姻 一大批的文人默克的到来 也让武力无敌 文人欠缺的北梁很快稳定了下来 在这里大部分的文官都是随着陆承燕而来的 在他们心中只认陆承燕为北梁正非 战场上徐凤年所向披靡 国家治理上又由陆承燕的权力辅助 抛开感情不说 两人绝对是最合适的 并且陆承燕从小受到的教育很好 很是大体也能很好顾全大局 尽管大权在握 可在对待其他人上 也是一视同仁 没有女人多愁娇弱 做事雷厉风行 气度不凡 很有母仪天下的格局 从这几方面看 陆承燕确实是北梁正非最合适的人选 对国家也是百利而无遗害 因此陆承燕能成为名义上的正非 也是大势所趋 对于江妮能得到徐凤年的爱 也就很知足了 每个人心中有着自己认定的北梁王妃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其实陆承燕与江妮都有作为王妃的资格 具体就得看怎么去理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